郭富城为什么会娶方元为妻,看他婚后跟嫁入豪门女星的差别就知道。 自从和方元结婚生女以后,天王郭富城出席活动,接受采访时,总是会很开心地提到妻女,感觉她整个人的幸福感都变高了。 最近,她参加了一个圣诞慈善活动,再次提到了自己刚满意会多的女儿。 郭富城当时一脸幸福地说,圣诞节自己会放两天假陪伴家人。 会带助妻子和女儿一同出去玩,感受热闹的节日气氛。 而且她还会给方元和女儿准备圣诞礼物,看来天王真的是很贴心的老公和爸爸啊。 作为父亲,天王会怎么教育自己的女儿呢?现场记者也提出了相同的疑问。 郭富城回答说,从女儿刚出世起,她们就帮女儿存起港贝送的红包。 从小培养女儿存钱和理财的观念。 而且,也不会让女儿去追求大牌和奢侈品。 郭富城还夺自己妻子就是这样不爱名牌的人。 所以在教育女儿这方面,她和方元的理念是一致的。 看来咱们吃瓜群众以前没猜错,方元的节俭,真的是郭富城很喜欢也很看重的一点啊。 。 话说回来,方元做了天王嫂以后,的却没怎么招摇过,一直都蛮低调的。 。 平时和郭富城一起出门,两个人都穿得简单大方。 一件T恤,一条牛仔裤就搞定了,全身都没有什么大牌奢侈品。 。 即便是出游的时候,方元也穿得特别朴素。 。 全身上下看起来最时尚最贵的,很可能是墨镜。 。 带住女儿出门玩的时候,方元也更是穿得简单清爽,特别少女,完全没有走贵富风。 。 总之感觉方元真的很低调,很朴素,很清流了。 不像一些嫁入豪门的女星,天天都是晒珠宝,晒钻石,晒大牌奢侈品之类的。 。 之前有一次,方元和朋友一起出门逛街,方元也试了几件衣服。 但却一件都没买,反而是她的朋友买了几件。 。 所以还被大家调侃说天王嫂只逛不买,非常抠门儿。 。 当天逛累了之后,方元又不顾自己天王嫂的尊贵身份。 和朋友很随意地走进一家比较小又比较嘈杂的咖啡馆去喝东西,真的很接地气啊。 。 方元这么节俭朴素,郭富城也喜欢节俭这种美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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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他们对女儿的教育方式又是那么别致,相信在爸爸妈妈的言传身教下。 。 他们的女儿也会受到影响,跟着学习到勤俭节约的好品质吧。 。 。 郭富城之前说,他和方元还要生二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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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都想给女儿再生一个伴儿,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都很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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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方元出席活动时,小富似乎有点微突,有网友猜测说看起来很像是怀孕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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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这次是不是怀孕了,总之感觉天王家的二胎不远了呀 一起期待一下吧